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欠娘子一杯酒 官人 自从见到娘子 我就照思母想不能自己 我看出官人的心思 可我已经是五大的人了 我他也算是个男人吗 娘子 我只是觉得 你嫁给他太委屈了自己 别这样 我肯定是个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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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是男子 黄哥娘 来壶茶 真对不起 茶炉坏了 这几日都喝不了茶了 他前两天好好的 怎么就坏了呢 真对不起 再来 好啊 你们俩做的好事 好啊 潘金脸 我是来请你做衣服的 不是让你来偷汉子的 那五大要是知道了 能饶得了我吗 倒不如我现在就去告诉五大郎 胜得牵连于我 干娘 饶了奴家吧 求你了 是啊 干娘 就饶了我们吧 干娘 求你了 求你了 五大要是知道了 我家就没命了 干娘 你就给个面子吧 你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要我饶了你们 你们二人都要依我一件事 行啊 别说是一件 西门大官人 咱们就不用细说了 这十分的好事都随了你的心愿 索许之物不准失信 你若复心 我也去告诉五大 干娘 不但不会失心 还会加倍地感激你 大官人 衙门那边都打定清楚了 你们都下去吧 是 说吧 怎么回事 知仙大人都信了 本想要通缉五宗 抄在哥哥的家 可是后来 陈宏那个老东西 百般阻挠 知仙大人又改了主意 不闻不问不查 说是等五宗他们几个 回来再说 陈宏这老东西 老是跟我作对 早晚得收拾他 大官人 下一步该怎么办 是不是 让那两个脚夫 再到东平府去告 这些银子 是知仙大人的私银 告到东平府 对知仙大人 对知仙不利 既然他要等 就让他等吧 反正银子 是等不回来了 大官人的意思是 武松的事 就可以暂时 搁到一边了 不能搁到一边 我们要叫全阳谷城内的人都知道 武松私吞了差银 叫他没脸再回阳谷 是 大官人 礼物要谢你 我拦他 他不听 大官人 大官人 你又干什么来了 大官人 我是来请罪的 你就让我回来吧 在外面的日子不好过 李武 不是我不让你回来 是官府不让你回来的 你的案子还没结 衙门的人还在抓你呢 我还有钱 我可以买通衙门 买通衙门 那武松会认你的银子 如果他把你抓起来 拔出萝卜带出泥 不是拔脖也搭进去了 不会的 有大官人给我指路 武松抓不到我 退一万步说 就是抓到了我 我也绝不会说 是大官人指使我做的 我指使你做的 你要是真听我的话就好了 我让你悄悄的把秦克商给杀了 你倒好 给我耍小聪明 到我的药店去买披霜 你这不是存心害我吗 我真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 是谁 小的一时糊涂 小的该死 小的该死 你是该死 你知道吗 都是因为你 我和武松成了死对头 连我妹妹如兰也离开了我 那可是我唯一的亲人 如兰 哥哥 武松没有冤枉 秦克商是你杀的 鬼怀也是你杀的 如兰 你还想抵赖吗 如兰